各位親愛的在場的弟兄姊妹 線上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感謝神我們在一起 在這裡聚會 一起敬拜 一起分享 願神將他的福氣 匆匆滿滿的 赤給我們每一位弟兄姊妹 今天小弟 來跟大家分享一個主題是 百夫長之幸 那這個是在聖經裡面 有一個被特別稱讚 有信心的一位百夫長 那在聖經裡面 在兩個福音書 有記載關於他的事蹟 這兩段經文並沒有非常的長 所以我想呢 我們等一下就把這兩段都讀一次 但是在讀之前呢 我想先請大家 大家注意一下 等一下在讀的時候 麻煩大家特別留意這兩段的經文記載 有什麼有出入的地方 有什麼記載不同的地方 特別是 除了他們講的話之外 這兩段記載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首先一個我們請翻到 馬太福音的第八章 第五節 馬太福音第八章 第五節 到十三節 一直到十三節 好 那我們就一起把這一段念一次 第五節 第五節 一段落的部分 在天上 在天上 也有兵在我以下 對這個說 去 他就去 對那個說 來 他就來 對我的仆人說 你做這事 他就去做 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 我又告诉你们 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来 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一同作息 唯有本国的子民 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耶稣对百夫长说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好 那这个是马太福音记载 关于这个百夫长的部分 你也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记号 方便我们等一下的比对 那在另外一个地方 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七章 第二节 路加福音第七章的第二节 那一直到第十节 二到十节 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 第二节 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 害病快要死了 百夫长封闻耶稣的事 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 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 就切切的求他说 你给他行这事 是他所配得的 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 给我们建造会堂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 离那家不远 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 对他说 主啊不要劳动 因你到我设下 我不敢当 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去 他就去 对那个说来 他就来 对我的仆人说 你做这事 他就去做 耶稣听见这话 就吸起他 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 我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那托人来的人 我要百夫长家里 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好 阿们 好 那我们读了这两段 关于这个百夫长的这个记载 那除了对话的部分以外 请问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一个明显记载 有出入的地方 已经发现了 可以举手吗 请说 就是陆家那边是记载 百夫长 他没有人跌入口 是 那些说在那边是有口 是 好 感谢神 有人非常快就发现这两者的出入 就是在路加福音这里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到底是谁去见耶稣 这两部分记载的不一样 如果是在马太福音 我们看的感觉就是 这个百夫长 他就直接去找耶稣 包含说 一开始请求帮忙来 医治他的仆人 然后后面还有一次是跟他说 你不用到我那边去 这是马太福音的部分 是这样 那如果是在路加福音呢 这里看到的是说 这个百夫长呢 他是拖别人去的 就是 这两次呢 都是拖别人去的 好 那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感觉上呢 这似乎出了一个矛盾 其实当我们在读这整本圣经的时候呢 我们大概也有不少机会遇到这种类似的状况 就是明明他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 可是这个描述就不一样 甚至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描述是矛盾的 就不可能两者都成立 好像不只是观看角度 根本就不可能两个都对啊 再举一个很 应该也可以算蛮代表性的例子 就是我们看一下 撒摩尔记下 24章 的第一节 撒摩尔记下 24章的第一节 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 又向以色列人发怒 就激动大卫 使他吩咐人去鼠点 以色列人 和犹大人 好 那我们再看 历代至上的21章 第一节 历代至上的21章 第一节 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 激动大卫 鼠点他们 这其实在记的也是同一件事情 就是大卫被激动 然后就去鼠算百姓 那这事情神不高兴 所以后来呢 就遭受到了一些惩罚 可是看这两个地方 到底大卫被谁激动 是神还是撒旦 也许夸张一点的人会说 难道神就是撒旦 但我们信神人是不会这样说 但不信神 他可能会根据这个经文 拿来大势的攻击圣经 他可能就说 你看这个圣经根本就错误百出 自相矛盾 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有时候我觉得神就是 故意留下这样的东西 为什么要故意留下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 我们看十九节 一章十九节 就如经上所记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 文事在哪里 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 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 变成余浊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 既不认识神 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余浊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好 先看到这里 有些人他学士很高 也很聪明 所以他在读圣经的时候 也许他看到的是说 这圣经明明就是错误那么多 这怎么可以叫做圣经呢 但是神的智慧 却让这样的人 自以为聪明的人 结果好像就掉入了这个陷阱里面 成为余浊 他看圣经是余浊的 但是神看他是余浊的 或者在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例子 就是约伯这个人 我们知道约伯受到撒旦无情的攻击 那有人把这个事情解释为 这个就是神跟魔鬼去打了一个赌 去赌说最后约伯会怎样 会不会丢弃神 会不会抛弃他的信仰 但是我是不赞同这样的想法 抱持这种想法可能他忽略了神的慈爱 好像就把这个约伯本身当作一个赌博的对象 但是其实约伯是神所爱的 他不是单纯神为了跟魔鬼进行一个打赌 然后去忽略了约伯可能经历到的痛苦 重点是神觉得说这样的经历呢 是能够把约伯他内心里面那种隐藏的软弱凸显出来 然后也才有机会去改正他 不过当我们有时候缺乏一颗谦卑的心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就会把解释错误了 如果我们遇到圣经里面 看起来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保罗呢 他在罗马书里面强调一个观念 叫做因性称义 但我们可能也在雅各书里面 看到他有说因行为称义 那这两者讲的不一样吗 那到底是因性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呢 我遇过有一些人 他的做法是这样 他是认定其中一个 那比较多的可能是认定说 保罗讲的对 因为他觉得说保罗写了那么多书信 然后他又是神特选的一个使徒 他道理是最纯正的 所以依他说的为准 可是我们要知道神所启示的道理 彼此他不会矛盾 所以我想在我们觉得看到好像矛盾的时候 我们应该寻求的是合乎两者的解释 同时跟这两者没有冲突的解释 而不是我们只认定其中一个对 然后就是否定另外一个 讲到这里再说回那个百夫长的故事 那真相到底是怎么样呢 在《路加福音》里面 他作者就是一位医生路加 包含后面那个《使徒行传》 也是这位医生路加写的 那这位医生路加呢 他的写作风格大概是这样 也许跟他的背景有关系 他职业是医生 那感觉呢他很理性 他会去详细考察 然后写下来 特别是按着时间顺序把它写下来 他的写作非常有条理 他的描述非常的精确 那然而马太福音不太一样 马太福音呢相对于路加 路加比较像是一个站在人的角度 发生什么事他就很详实的把它写下来 那马太福音比较像是站在圣灵的一个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怎么说呢 在我们读的这个百夫长的故事里面 其实这个故事的内容 本身就解释了 为什么这两段记载看起来彼此矛盾 我们还记得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呢 当耶稣跟他说 好我去医治你的仆人的这个时候 那百夫长怎么回应呢 我们先不管到底是他本人还是他托人 他的回应是说 耶稣本人去他不敢当 那只要耶稣一句话就够了 只要耶稣的话就够了 这个百夫长的回复是这样 那他有连带解释说 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经验 他是百夫长嘛 所以他下面有兵丁 他只要跟兵丁说 你去做什么事情 你去做什么事情 他下面兵丁就去了 只要他吩咐他下面的兵丁就去了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百夫长 他所要的是什么呢 他要的是耶稣的话 因为他觉得有耶稣的话 就等于耶稣直接来 他的看法是这样 也就是说呢 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 他应该就是实际发生的状况 路加福音记载的就是 他拖了别人去嘛 第一次或第二次 他拖别人去 那马太福音看起来 就是百夫长自己去找耶稣 所以大家再想一下 这个百夫长 他说呢 他觉得 有主耶稣的话 就等于主耶稣自己来 那为什么刚刚看的这两段经文 看起来会矛盾呢 他百夫长拖的人 有了百夫长的话 他拖的人就全权的代表百夫长 所以其实不是百夫长自己去 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呢 他这个经历圣灵也赞同 圣灵也承认说 对 今天百夫长拖的人去 他就全权代表百夫长 他拖的人就仿佛 百夫长自己去一样 所以在马太福音里就直接记载 我们看到的好像是 百夫长去见耶稣 实际真实的情况 是路加福音所记的 他其实两边都是有拖人去 那所以呢 这个就说明了一件事情 在过去呢 我们读这两段经文呢 我们看到主耶稣有一个称赞 他说 我这个这么大的信心 在以色列中 这也是没有 没有遇过的啦 我过去也是觉得说 好 他对 他这信心真的很大 他觉得主耶稣也不用去 只要说句话就够了 对 信心很大 但是后来发现不单是这样 他不单是信心大 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超越的一个认识 这个认识是什么呢 他知道有耶稣的话呢 就形同于耶稣本人在 耶稣本人来 就好像这个圣经记载 百夫长托人就是代表了百夫长 所以这个故事本身就解释了 为什么这两段记载看起来是矛盾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不要去轻忽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的权柄呢 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的第一章 最开始 里面有很多记载说 神说要怎么样 神说要怎么样 最有名的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其他还有很多 神说了什么 然后事情就成就了 如果是我们说呢 会不会 我们说肚子饿了 我要有大餐 你如果不去订的话呢 你如果不去餐厅 应该不会出现一顿大餐 你说我要有车子 我要有房子 不会马上就发生这种事情 可是呢 我们看到的是 当神说了那个事情 就成就了 当然我们可以 回来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可以 我们知道说 因为神有权柄 神说的话有权柄 但是我们没有 为什么我们没有 可能这里有一个原因是 我们讲话其实都很不谨慎 那如果我们讲话 像神讲话一样 讲了都成就的话 会怎样呢 会是大灾难 恐怕会是大灾难 我们有时候 因着我们的情绪环境 然后我们就说了很多负面的话 抱怨的话 甚至攻击人的话 坦白说这些就证明了神知道我们还不够资格拥有这样的权柄 所以神要训练我们成为一个不会滥权的人 那这就要从我们讲话开始 从我们讲话不会乱讲话开始 谨慎我们讲话这件事情开始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个道就是话语 神的话语 我们再看十四节 一章十四节 道成的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话 就是我们虽然作为基督徒常听到 叫做道成肉身 道就是神的话 我们用理性来想 怎么想也想不通 道成肉身 神的话成为了一个肉体的样式 道成肉身 为什么讲话可以成为一个肉体的样式 我们下个月呢 有领恩布道会 领恩布道会的时候 我们都会举办圣餐礼 在办圣餐礼之前 我们很常读这一个经文 我们现在也来看一下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 我们看三十节 第六章的三十节 他们又说 你行什么神迹 叫我们看见就信你 你到底做什么事呢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 如经上写着说 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粮 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这里呢 讲说神要把真正的粮食赐给 赐给他的百姓 不单是过去从天上赐下来的这个粮 我们再继续看四十八节 这一章的四十八节 我就是生命的粮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还是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 那在这一段呢 耶稣更直接的讲了 他说他就是那个赐下来 天上赐下来生命的粮 并且他说呢 你们要吃我的肉 那如果吃了就必永远活着 我们再接下来看五十三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永活的父怎样拆我来 我又因父活着 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 还是死了 好 他在这里呢 就主耶稣就对比 他仿佛就像旧约降下来的玛纳 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一样 然后又强调了一次 大家要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这样才会有生命在里面 在末日会复活 好 我们在圣餐礼的时候 我们都会领受圣餐 但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呢 我们要跟刚刚约翰福音一开始说的 道成肉身 两者要把它连结在一起 就是我们再想一下 什么是道成肉身 神的话形成了肉体 所以怎样叫做领受主耶稣的肉 应该不是只有一年两次圣餐礼的那一天 多久你要吃一次玛纳 应该是每天 所以我们要多久吃一次主耶稣的肉 如果他就是旧约的玛纳 就像旧约的玛纳的真实呈现的话 那我们应该也是每天 怎么领受 因为他是道成肉身 我们领受的方式 除了圣餐礼之外 我们领受神的话 其实就是在吃主耶稣的肉 我们吃东西呢 我们吃东西因为我们从食物里面得到养分 这个养分会跟我们合为一体 它让我们成长健壮 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那其实神的话也是一样 或者说主耶稣的肉一样 我们把它吃下去之后 它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帮助我们的灵魂成长建状 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每天在吃些什么东西 可以想一想 每天的肉体在吃什么呢 然后再想一下我们每天的灵魂在吃什么呢 灵魂吃的东西就是我们眼睛看的 我们耳朵听到的 比如说我们每天看新闻 看社会新闻 或者看喜欢骂来骂去的政论节目 或者是看YouTube上面 有很多努力充点月律 拍了一些很刺激人们感官的一些频道 或者是直播 那其实我们都要小心 我们灵魂吃的这些东西呢 那到底是让我们越来越成长茁壮 还是让我们的灵魂慢慢的生病 然后萎靡下去 因为我们灵魂不知道 是不是都在吃垃圾食物 有俗话这样说啦 就是吃什么像什么 你吃什么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有一个经验是这样 以前在当兵的时候 弟兄们大家都很了解 当兵的那个环境 那是相对来说很阳刚的一个环境 因为大部分都是男性 所以在军中那个环境里面 你会很容易听到大家在 标章话 讲三字经 而且不见得是出于情绪上的愤怒 也不见得是长官在骂下属 就是好像讲几句话 就必须要加入这一个口头禅一样 那在那个环境当然就是一直听这个东西 后来有一次我在外面讲一讲 忽然发现我 就差一点把那个脏话讲出来了 紧急到嘴巴刹车住了 忽然发现 我怎么好像要讲这个话出来 我也没有情绪上的愤怒或什么 可是就是因为听了很多很习惯了 那个话好像就自然而然的要讲出来 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呢 也有人 也许要说 他很单纯吧 他就跟长官反应 说为什么军中那长官都爱讲脏话 那好 我们那个长官也不错啦 他也没有骂他 平息插了可能就直接骂他了 那长官就说 意思就是说 军中这样的环境没办法 军中就是一个讲究这种 也可以说是阶级 也可以说是那种 比较偏男性的表现的那一种地方 他就这样子说 那其实一样 就是今天我们接收到的东西 它就真的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比较可怕的是 它可能就成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 那不知不觉间呢 我们就可能就把这些东西讲出来 从这个疫情爆发以来 我们知道最近这段期间 我们有推行这个家庭祭坛 那我们每天我们就会 应该是说聚会日之外 那我们每天就会读一张 简单的分享一起祷告 以前景美教会有一位老弟兄 他叫做曾启欣 他年纪蛮大才信主 他信主已经是70多岁的事情了 那因为以他的年纪嘛 所以他后来也有来参加我们那个 上午的茶经团契 茶经团契一礼拜一次 正常情况下一礼拜一张 这个速度要比的话 就当然比这个我们家庭祭坛 算比较频率比较低嘛 那他曾经说啦 后来他80岁 他有说 这样要什么时候才能读完整本圣经啊 他已经80岁了 可不可以进度快一点 对就是毕竟一位老弟兄嘛 我们知道男性的平均寿命一般也是比较短 那他80岁了 他有这样的一个盼望 但是他觉得说 我已经80岁了 不知道哪一天可能就被主要书接走了 这样子 我就想到一个人 其实我们不久前 我们家庭祭坛读到以赛亚书 那里面有一个相关人物 就是西西迦 他壮年的时候 神就跟他说 你的寿命差不多到了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这西迦 他前半生 他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国王 那这个西迦 知道这消息很难过 所以呢 圣经记载说 他痛哭 他祷告 不过圣经里没有明白的 记说他跟神求授数 但是我们可以推测 应该他心里是这样想 那他这个祷告完之后呢 神垂听了 就说好 整天你15年的寿命 那为什么想到这个人呢 因为我们 我刚才提的这个真老弟兄呢 他也是 已经80岁了 不过呢 如果从80岁算的话呢 神给他也大约是相当于 神给西西迦的那一个寿命 也许我不应该认定这是多给的啦 或许神原本的计划就是这样 这位老弟兄说 我这样什么时候才能读完整本圣经 仿佛一个祷告一样 仿佛一个对神的祷告 那神也垂听了 他后来96岁的时候才蒙主恩召 那在当时的查经团契也已经读完一遍 然后再进入了第二轮的时间 我也有初步的算一下 如果我们这个家庭祭谈照 现在这种速度 其实如果要读完整本圣经呢 也可能大约要六年的时间 其实要说的话也是有一点久 不过我想呢 如果有机会跟弟兄姐妹 大家一起这样走走走走到终点的话 我觉得这也会是生命中很美好的一段 我们来看一个清节 我们来看生命纪 第八章 生命纪第八章的第三节 生命纪的第八章 生命纪的第八章第三节 他苦恋你认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好 这句话我们一定很熟 因为主耶稣呢 也在福音书里面讲过这句话 在他受试探的时候 他也讲过这句话 那这里讲到说呢 他前面讲到说 神把他和列祖不认识的玛拿 吃给他们吃 吃给选民吃 对他们来说 玛拿是肉体的食物嘛 但是在这一节的后面呢 他却强调说 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但结论他却提醒说 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呢 这些选民 他们出了埃及之后走旷野路嘛 那后来神就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吃 那他们 而且这个有一个规则就是 那是每天降 那所以他们就是每天要出去捡来吃 那如果说他们要这样做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是一样的状况 就是我们一样一样每天出去寻找神的话 然后把他吃进去 我们开始讲到的那个百夫长 我们可以想一下 百夫长他派人去找耶稣的时候 他是多么期盼能够得到耶稣的一句话 他觉得有神的话就相当于神直接同在 那回过来想想我们呢 我们会不会也以神的话为宝贵 像百夫长那样的心情一样 还是我们觉得神的话读起来有点像做作业 又辛苦又痛苦 我们是不是也相信说神的话都带着权柄 像那个百夫长所相信的一样 我们彼此来勉励 我们每天一起来捡玛拿 就是我们每天都来吃神的话 好让我们可以得着生命 吃主耶稣的肉得到生命 因为神的话呢 他就是生命之道 我们一起来唱诗二十四首